我們今天就在民俗樂車廠開工之後 我們也來試了就是大家期待已久 我們又是分配到最後一台試車的Honda CR-V 然後在試駕之前先提醒大家 我們每年辦的那個網路投票 台灣年度風運車 我們又開始投票 但是這次沒有任何贈品 沒有車可以抽了 我們來看看沒贈品還有贈品的 投票率會有多大的差異 但是還是歡迎大家永遠投票 收集更多消費者的聲音 被車廠聽到 尤其是售貨服務那個獎項 每年都是固定那幾個車廠在得 看看今年會不會改變 CR-V到了第六代 也大概就是我汽車媒體生涯 我也憲證了它六代 我買過二代 二點五 三代 四代 五代沒有買 那現在六代了 當初五代上市的時候 話題性非常高 因為那一次做了非常大幅度的改變 包含了引擎變成渦潤增壓 包含了有HONDA SENS 一個大躍進之後呢 不過要說在台灣 在北美甚至在全球 銷售情況非常好 那現在到了第六代 第六代目前它接單 已經超過3500張了 以屏東每年的產能 大概是三萬多台 一個月兩千多台來看 CR-V現在要等車 如果是買到熱門的 像白色頂規的 你要等大概三個月以上 那它目前分為三個等級 我們今天試駕是最高規格的 售價分別為入門的105.9 到今天最高規格的127.9萬 如果你是看規格表 來分辨五代和六代的差異 已經可能會說 大概就只是外型改 其實這一代的CR-V 雖然引擎代號一樣 但是它的內部做了一些改變 包含了輔助駕駛也做了改變 最主要就是你的駕馭感受 這一代和上一代的總工程師不同 這位松本先生 他在本田的歷史非常的久 在2000年設計了歐規的Accord 然後接著 他又接了8代FD2 Civic的設計 然後後來又去設計了10代的 Civic 一直到今天 他在接手6代CR-V 它的強項 以及它的設計方向和理念 比較歐化 在5代的部分的設計 就走得比較是美規的風格 那以這位松本先生來說 他對這一代的期望非常的高 尤其是底盤 隔音 還有引擎 加上最後駕駛者開起來的駕馭感受 他希望能夠在歐洲市場引起共鳴 那說到歐洲市場 你知道這一台車在歐洲當地呢 它是E-Hive和PHEV兩個在販售 你知道CR-V PHEV在德國賣多少錢嗎 59900塊歐元 折台幣206萬 那你知道Saver Type-R在德國賣多少錢嗎 還比較便宜耶 我本來當初想說 台灣目前暫時不進對不對 看看有沒有神通廣大的水貨商進PHEV 因為它的續航力在市區有105公里 綜合的純電行駛也超過80公里 很可惜就是它的售價比 Type-R還貴 所以來到台灣 可能要賣的跟BAW一樣的錢了 我想這樣子的話 應該沒有勇敢的水貨商願意進 我們接下來看它的外型 首先第一個它的車格放大了 所以它的車室空間表現會更好 第二個部分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 EDAS輔助駕駛 它是目前本田在台灣販售的輔助駕駛 唯一有雷達偵測的 其他幾個車型都是靠CCD或是攝影機去偵測 EDAS可以偵測三車道了 整個車頭的設計跟上一代比起來 是比較方正的 一樣有LED的頭燈 然後在薄桿兩側是霧燈 提醒大家沒事不要開霧燈 然後在廠灰的部分 內藏的就是更先進達到Level 2輔助駕駛的 EDAS 這次因為台本又多了一個最高規格 所以以前你買本田的車 傳統的就是沒有雷達 或是沒有盲點 都要事後加裝了 這一代在最高規格都變成是標配了 你如果買到中階的等級 前方雷達就要事後加裝了 如果買到最入門的話 連盲點都要事後加裝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大家眼尖可以看到 我們很熟悉的 在以前那個美規C300來看得到 就是黃角燈 但是在CR-V上面也有了 那這個是全球統一的 你在歐洲上市的CR-V 一樣也有黃角燈 這個是美規造車的規定 但是現在是全球統一的 懸吊系統一樣 前半花神後多連桿 但是有做了一些改變和強化 首先五代CR-V的懸吊 是從早期ZF所延伸出來的 雙彈簧雙伐門的設計 然後這一代的CR-V的懸吊 經過松本先生的更改 它改為雙流道的設計 這種雙流道設計的簡陣筒 當今天你在低速 遇到頻繁坑洞路面起伏的時候 它是兩個油道一起作動 讓你的吸震效果可以比較好 可是相對的 當你今天這台車 應該不會有人去賽這場 不過你在山路機械操架 或是在高速行駛 切換車道的時候 它會改為單油道 單油道的好處就是 避震器油的流速變慢 變慢的情況就會造成什麼 避震器阻尼變比較強 變比較強的話 你就會有車身剛性比較硬的這種感覺 然後在車側上方全體天窗 這個在上一代就有 那這一代一樣是有 車門的感應鑰匙前面兩個門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的後視鏡不是在A柱上 這樣子可以讓兩側的 駕駛盲點大幅的降低 然後另外原廠有特別強調就是 他們這一次在隔音 尤其是前檔風玻璃 以前在油電車型才有的 膠盒玻璃 現在在一般汽油版本也有的 然後側窗的玻璃沒有雙層 但是有加厚 另外還有就是輪斧 引擎防火牆的隔音 這一次都做得強化 整個車尾的設計最大的改變 其實是尾燈 但是我比較喜歡 我個人 比較喜歡上一代CRV的尾燈設計 不過這一代其實看久 其實很多車都是要看久才會好看的 整個尾燈當然全LED的 包含了方向燈 倒車燈 還有後霧燈 然後兩側的反光片是在寶桿附近 排氣管附近也有一些 鍍鉻材質的點綴 但是排氣管都藏起來不給大家看的 防掛材質的部分 從車頭輪弧 一直到車尾的寶桿下緣都有 然後上方有一個尾翼 以及前方有鯊魚旗的天線 這個都是頂規版本 有一些東西可能在入門版本會沒有 譬如說像前面的停車雷達就沒有了 所以你在買車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另外我去調查了一下 目前這三千多張訂單 快接近八成 都是買最高規格或是第二個規格的 反而入門版本的CRV比較沒有人會買 我們來介紹它的動力單元 有油壓點桿也有隔熱棉 這具引擎排氣量一樣是1498cc的 1.5升VTEC Turbo渦輪增壓引擎 缸內直噴的技術 最大馬力193P扭力24.8公斤米 變速箱一樣是CVT的無段變速 好了講完了 接著我們來講它變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到這次的總工程師松本先生 它在現有的硬體做了一些細部的改變 也許你看你的行照上面的 引擎號碼的前面五個數字是一樣的 但是這次引擎內部做了幾個更新 首先第一個曲軸性 第二個油底殼都做了改變 在鑄造的過程中做了強化 包含了鑄造的工法都不同 它的目的就是讓你今天在怠速停車熄火 它的噪音和速靜性做了強化 第二個部分呢 在變速箱CVT CVT的本體一樣 但是CVT內部的結構 尤其是鋼帶的材質 以及鋼帶磨合鋼輪的聲音變小了 然後透過電腦的設定呢 上一代車型 當今天你在市區或高速公路行駛 放掉油門的時候 它的轉速會掉下來 掉到1500到1600轉 那這一代透過變速箱電腦 它在你收掉油門的時候 盡量維持在1800轉 因為它這一代特別強調 它的風值 尤其是渦輪的風值 在1800到5000轉都可以產生 上一代是2000到5000轉 這樣會造成什麼 也許大家聽到這些根本聽不懂 最直接就是降低Turbelag 以及出彎石頭的扭力銜接會比較好 另外還有一個改變 也是大家看不到的 就是排氣管頭段銜接渦輪的地方 上一代排氣管頭段是直接4-1 就到渦輪口了 這一代改為4-2到渦輪口 原廠有特別解釋 在兩缸一個旗管的接口 這兩個接口同時到渦輪的排氣端 這樣子會造成就是 它的渦輪池質可以大幅的降低 排氣的渦輪是9片 像Savis是11片 不過這次CRV的9片呢 它也改變了它的角度 還有它的面積 讓整個渦輪揚起的速度更快 Turbelag的產生會更少 這些都是松本先生 不管是底盤 雙油道的避震器 又或者是引擎和變速箱 這次的改變 都是以現有的硬體規格 在不更改硬體規格的情況下 這位總工程師 在內在做了這些努力 所以你看規格表的比較說 不是一樣 但是如果有機會 你實際去駕馭之後 你就會知道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在原廠總工程師 努力之下的差異幅度 其實是非常大的 我們接下來介紹它的空間 這次也做了很大幅度的改變 首先第一個腳踢尾門 第二個部分要跟大家講一下它的KIDIS 當今天你靠近車輛的時候 要按壓摸門來解鎖 但是你離開的時候 鑰匙只要戴在身上 不需要再去按壓 如果兩手已經提起重物的話 你離開的話它自己會上鎖 我們先講它的空間 首先第一個你看到這些很暗眼的結構感 這我已經講了N變了 但是沒有辦法 你要有比較便宜的售價 就是會有這些至小客貨認證的結構感 這個都要透過事後 可能請夜代幫忙吧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的底板 下方沒有備胎了 打氣機和補胎劑 然後有一個隔層 旁邊有一點小小的空間 可以讓你放一些小物品 後方並沒有60分離椅背傾倒的拉桿 但是有一個12V的電源供應 然後在後尾門的機關上 你會看到左邊是一個 它可以設定你高度的 你只要Hold住 嗶嗶兩聲 你現在把它關起來 下一次在打開的時候 就是那個高度 就不會開到最高了 它就是這個高度 最高其實是在這裡 好 第二個按鈕呢 更重要了喔 如果你兩手拿了重物 又沒辦法腳踢 可能你加了一隻狗 一隻貓 抱著你的兩隻腿 怎麼辦呢 先按這個按鈕 讓它亮綠燈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如果走開 我如果假設拿完東西走開 兩隻貓在我腳上 它就自己關門了 這個也是一個便利配備 我們來接到後桌之前 油箱蓋都在這邊 駕駛座這邊 日汽車基本上都是在這邊 歐洲才是在另一邊 打開 第一個亮點 第一個驚喜 你看這個開門90度了 對啊 90度 你會懷疑是門壞掉了 被摩托車撞了變90度 這個友善的進出空間 光這一點 很多人就會很開心啊 但是要開門要小心一點 不要撞到旁邊的車輛 然後進去之後 有幾個很重要的關鍵啊 終於又回歸了 這邊有一個拉桿 在四代和五代 都沒有坐墊前後滑椅 這一代又有啦 在二代的時候 前後滑椅17公分 三代16公分 這一代19公分 第二個 椅背角度的調整 然後第三個 一鍵 收折 都在這個側面 它為什麼要坐在側面 據原廠的解釋 大部分的人很習慣 駕駛座的坐姿調整 但是到了後座之後 有的要透過椅背上面的拉桿 有的透過後行李箱的拉桿 有的透過一個繩子在這邊 現在它把它改成 後座跟前座的操作是類似的 靠兩個拉桿可以完成的 乙墊前後滑椅 一鍵收折 這個在六代終於又回歸了 因為這一代的車格又放大 所以當今天 乙墊滑在最後面的時候 西部空間已經超過兩個拳頭了 又一個指頭 頭部空間 因為這邊有凹槽的設計 所以 一個拳頭又 兩個指頭 所以它的空間表現 又比上一代更好 後方兩組ISOFACE 然後扶手打開 不是垂到坐墊 兩個杯架 後方有出風口 下面有兩個Type-C的充電孔 沒有手動這樣連 但是後面一樣有些飾板 亮面材質 搭配了一些木紋 然後整個乘坐起來的品質 搭配了輪弧的隔音的速記性 搭配了懸吊的改變 所以它比較歐化的底盤 也許會比較適合台灣 我們來介紹6代CR-V的那一裝 首先 紅色的 引擎啟動鈕 那因為這次是大改款 所以這裝整個改掉了 不過你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介紹的Savic 它們那一裝有些類似的 尤其是像這個 有沒有 冷藝出風口風向的這個 這個好像那個電動玩具那個搖桿 但是很奇怪 前面4個是6代對不對 後面還在4代 後面還是傳統的 有出風口啦 但是還是傳統的這種 為什麼後面不用兩個小小的搖桿 接著氣囊樹不是6顆喔 是10顆 多了4顆 有2顆是駕駛和副駕駛的西部 然後在後方也有2個胸腔氣囊 所以架起來是10顆 它並沒有這一顆 那我覺得台本可以考慮 我不知道日本或是歐洲有沒有 因為這一顆 會關係到你現在在EURO NCAP的撞擊 成員保護的分數 我們來講這次改款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這個 印象主機沒什麼 內線車機導航 你打到檔的時候 頂規才有的360度環景 其實它要外面加裝啦 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 成績和10本田也有這個啦 你只要下載的Honda Connect 就可以手機跟車輛 透過新加坡管軟體的Server 以及日本管硬體的Server 這個大家不用去背 他們兩個Server互相會溝通會連接 你只要知道就是你在操作這個的時候 其實它就繞了地球半圈了 來讓你做一些車輛的遙控 包含了熄火 搜尋車輛 說到搜尋車輛 其實它這台車 它內建了eSIM卡 這個eSIM卡才有辦法 跟你的手機溝通對不對 然後才有辦法做定位 好 問題來啦 假設我買了這台車 然後把它開啟了定位 我很方便啊 可以去搜尋 但是坐在副駕的老婆 她如果也要的話 你可以請業代 又允許 可是 如果你老婆 跟業代很熟 她又是付錢的那個人 那悲劇啦 她打電話給你 說你在幹嘛 我在加班 在公司啊 我怎麼定位 看你在 差格 Motel 所以啊 這個部分啊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嘛 然後當然這個App 這個Honda Connect 它包含了很多功能 你監控車輛啊 啟動啊 喜愛點的設定啊 經銷商保養的設定啊 你想去哪個經銷商 可以先預約啊 加油站搜尋啊 連自動提款機便電商業都有 當然也包含了緊急道路救援 這個啊 目前已經是趨勢了 曾幾何時在三五年前 只有雙B有的功能 現在連在台灣製造的Honda也有了 這套系統已經不是當初我們 我們所知道以前的本業都一粒電子嘛 現在都已經不是 現在是全球統一的設計啦 只是因為有eSIM卡的關係 所以你這三年可以免費的 享用這個便利的配備 現在偷車賊偷車也不好偷啊 你偷走 我馬上知道你偷到哪裡去 對不對 所以現在偷車賊只能偷老車 新車都沒辦法偷了 那我們來看這個主機還有什麼功能 當然也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這個都有 下面一個Type-C 一個傳統USB 還有12V電源供應 以及QI QI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可以幹嘛 可以關掉 好太好了 不過這邊沒有冷氣的風量 變速箱還是傳統的 CVT也有傳統的行程 方向盤後方有換檔撥片 然後有X檔和D檔 旁邊的按鈕陡破反降 它還是有 然後停車熄火 然後前面有個e控的模式 然後電子手下車AutoHole AutoHole一定要細的安全帶 我們來示範看看 細的安全帶 啟動了AutoHole之後 我們把它熄火 下車 再上車 你看它座椅還有迎賓功能 上下車的時候 AutoHole還是在 沒有那個每次都要按的困擾 接著後方兩個杯架 還有一個很小的置物空間 扶手不可以做前後的滑衣 也不能做角度調整 打開之後空間還滿大的 但是裡面沒有任何的充電孔 只有一個0,000盒 儀錶板也是數位的 這個數位儀錶板呢 透過方向盤左右兩側下方的滾輪 可以控制兩邊的圓形裡面的內容 但是啊 英文沒有中文 這個要台本未來去努力 因為你CRB的量很大 你不是一個月賣80台100台 你賣那麼多量 我相信這個你們要趕快去克服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 我覺得台本也要去爭取的 就是通風儀 因為你的競品 Tusang 頂規有 RAV4 2.5 Hybrid 頂規也有 但你沒有 如果你要有很完整的競爭力 這個也是要考量進去的 然後方向盤的調整 前後四項的調整 然後方向盤上面的按鍵 右邊就是A-DOS的控制系統 左邊音響選取 呼叫Siri 音量大小聲 然後在方向盤左邊有一個後尾門開啟 還有尋規系統的開關 以及兩個空白鍵 好 收到空白鍵 來來來 盲塞是剛好塞進去 非常完美的ORO胎壓偵測器 因為它還是沒有啊 所以要有這個 可以看到素質 看到溫度 這個在最後會送給大家 但是我題目最後才出 兩張座椅都有電動椅 但是副架沒有腰靠 正架還有兩組的記憶裝置 說到這個記憶裝置 我們來試看看它有辦法去下潛 來 明軒你幫我看一下 我的後視鏡有沒有下潛 我把它Set在1 拨回來 它有沒有回來 沒回來 那它沒有這個功能 台本啊 這個也要把它考慮進去 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這個功能 你就像雙B啊 條件都有 電動後視鏡 兩組記憶裝置 你都有了 那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 連動的功能而已 很簡單 你把它記憶在這兩組記憶裝置裡面就好了 其實這些小東西 它都不會花你成本或太多時間 可是它 有啦 這個氣檔要花點成本 可是它可以讓你的車輛更有競爭力 你就可以擊敗你的對手 然後接著來檢視 第一個它是下半部黑色內裝 然後有一些木紋的很有質感 包含了搭配的一些鏡面烤漆 然後上半部就是白色的 頂棚 有電動的這樣連 包含了全景電窗也是電動的 前面有一個眼鏡盒 眼鏡盒如果往上推一點點的話 會出現一個可以看後面小朋友 有沒有趕快試的一個小鏡子 車內後視鏡一樣有防眩光 在下面有一個綠色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就關閉 沒有人會關啦 通常都把它打開 這個打開不會耗電 所以盡量永遠把它打開了 你剛剛在山路行駛啊 方向板一轉啊 你跟五代比起來就 任何人都可以分辨得出來它的差異 包含低速行駛 我現在時速40幾 遇到路面起伏的坑洞出力 你就是 假設你把眼鏡閉起來 把Logo遮起來 它是一台歐洲車 它不像日本車 這個開起來方向盤轉的感覺 還有就是整個車體的扭曲 難怪怪以那個時候試的時候要說 要開過才知道差異 而且開過之後發現會非常好開 真的是有差 那我覺得 你看我剛才介紹全車講了那麼多 甚至包含了很便利的多光束啊 然後氣囊啊 這一顆氣囊啊 通風椅啊 包含了儀錶板的中文化 台本如果可以努力讓這些東西做改變或是增加 這台CRV的賣相就會更好了 我們現在四個人台壓前面是240後面220 因為它不是市區嘛 它前區嘛 所以後面打少一點 堅固一點舒適 如果大家有機會試車的時候啊 你只要走一段三路去轉方向盤 你就可以知道我現在講的是什麼感覺 它把駕駛者會碰到的兩個踏板 還有雙手會碰到的方向盤呢 做得非常的歐化 尤其它這次的電子控制的煞車總棒啊 它是Bosch的第二代 iBoost系統 跟第一代比起來呢 它在操作上的噪音大幅降低 因為它的齒輪做的改變變得更密 更細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你踩它的線性表現會更好 以在台灣販售我們知道 KUGA也是用Bosch iBoost 但是它好像是第一代 那它這個是第二代的系統了 我聽到國外媒體在形容它的 A-DAS的操作 也是因為這個有一點關聯 所以它在操作的煞車細膩上呢 又做得更好了 那我們知道CRV 它的A-DAS是唯一有雷達偵測的 不像它其他的產品是只有 鏡頭去偵測 所以它的準確度會更好 而且它這次也是三車道的政策 所以這種種的硬體搭配 消費者是比較看不到的 不管是引擎什麼驅軸箱 油體殼 你都看不到 你要實際去開過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這次的更新 不再只是外在或內裝的改變 也許同一顆引擎代號一樣 但是其實開起來的感受 尤其是當今天我減速 在市區你最常用到就是40到60嘛 我減速然後再加速 它的TURBLAG幾乎沒有 上一代感覺2000轉內是NA 2000轉以上是渦輪 可是在這一代就是感覺 峰值的線性表現 還有峰值的輪距會變得更廣 那它有沒有缺點呢 我試著在這2000的試車過程中 去找它的缺點 PHE沒來嘛 但是我看了歐龜的售價 200出頭 在台灣不知道賣多少錢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也是因為少了電的輔助 有些人喜歡純油 但是因為少了電的輔助 所以它的油耗表現 就不會這麼的漂亮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輪圈的 輪圈應該去挑一個 好看一點的輪圈嘛 這輪圈稍微稠了一點 換一個鍛造圈 換一個好一點的輪胎 你開起來的感受又不一樣了 然後這次搭配了BOSE的音響 也是第一次搭載在7RV上面 在頂規才有 另外來補充一個小東西就是 你的雨刷撥桿 最外側有一個按鈕 按鈕按下去之後 在低速的時候 它可以顯示 左右兩側盲點死角 不過沒有打方向燈 會秀出右邊CCD的照射畫面 那個已經取消了 然後在最後呢 我們不是要送WHO嗎 這次題目稍微難一點 我先介紹這台CRV 對你來說 你覺得有哪一個改變 是會讓你增加去 展示這間試車的慾望 一樣在YouTube影片下方 我們會把這組盲塞式的胎壓 偵測器送給你 最好你已經是CRV線任 或上一輪的車主了 那你用這個盲塞式 太完美了 然後你看我們試車啊 下雨是日常啊 而且下這種很大雨 這些雨啊 然後我用了雨刷 你看啊雨刷會跳 所以你看這種小東西啊 你換一個矽膠雨刷不就沒事了嗎 所以你看CRV啊 它就是很多東西 其實它基礎都不錯 但是如果說能夠再稍微做一點 軟體啊硬體的強化 都不用花什麼太多的錢呢 但是就可以讓這台車的競爭力 會表現更好 然後現在台灣本田在全台的展示間啊 你看都會看到E-Hive那個很大的貼紙啊 我本來以為CRV會來 希望未來會有機會 因為節能也是消費者購車一個主要的考量 這個算不算酸啊 這個當然也算酸啊 我做汽車的媒體做了三十幾年啊 購車制也十七年啊 我酸的目的是什麼 現在還有兩棲娘的車嗎 當時我酸誰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Google 當初SUBARU那個社長來找我 他說他找了各大媒體 沒有人要理他們 他說拜託我幫他們報那個環保材質 我報完了封殺到現在 後來的生鏽 傳統軸 我不知道處理了多少汽車的個案啊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都解決了 但是起碼 你們有可以直接對車廠高層的溝通啊 透過我 我就是希望讓台灣的消費者 你可以買到一台更完整的車子 如果說今天我要買一台車來拆 我也可以拆啊 但是我有這樣做嘛 其實沒有必要 因為原廠啊 引擎有引擎工程師 變速箱有變速箱工程師 撞擊安全有撞擊安全的工程師 它不會因為拿一把尺量一下 它的尺寸還是跟上一代一樣 就是說它也一樣是三顆星 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但是你要看你酸的出發點 你是蹭流量 讓你變成一個酸民聚集地 還是你酸是為了要造福所有的消費者 你光引擎蓋打開 你也沒拆引擎 你就看引擎本體一樣 那引擎沒變 它內部變的東西這麼多 你看後座 ISOFACE現在被iSize 安全帶警示燈 現在也加裝後座三個都有安全帶警示 你沒有新安全帶它會叫 那說到ISOFACE和iSize 它主要是插在氣座前面 多一個桿子可以頂地板 防止你在撞擊的時候 氣座安全座椅的擺動幅度太大 會造成小孩子可能頸椎 或者是一些拉傷 汽車最終結論 我們媒體只是一個介紹產品的媒介 但是最終的結論就是 你去買這台車 你要親自去試車 試車最準 你不用聽大家講 試車最準 試完車之後你買了 結果發生了一個原廠不願意處理的 集體發生的事情 那你來找我嘛 我這個酸王啊 你可以來找我啊 我盡可能就幫你們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會聊天 好ekllä 來吧 你去Pas 你去Pas